欢迎收看东京走则桥,我是维恩 今天要介绍六个东京特色,神社与寺庙 对于日本人来说,各种节庆到神社与寺庙参拜 与其说是信仰,更像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在日本,大大小小的神社与寺庙 加起来总共有大约16万家 而三大便利超商加起来也只有5万多家 所以说去神社参拜比去超商方便,也说得过去 对于观光客来说,如果没有信仰上的冲突 不论是否有信仰,都可以去参观这些代表了日本特色的历史建筑 由于我们之前介绍过明治天皇认可的东京石神社巡礼 所以会刻意将这些神社过滤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资讯栏点连结 第一间就带大家到本集最有特色的寺庙 位在士田谷的豪德寺 从路面电车士田谷县的公知板站 走路过来只要5分钟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寺内有超过1000只的招福猫 也据说是招福猫的发源地 进入寺庙后往左走 在招福店就可以看到一大群的招福猫 对,就是招福猫 招财猫举的是左手 招福猫是右手 这些招福猫在四物所可以购入 许愿后将它们带回家 愿望实现后再带回来摆放 看到这么多的招福猫就知道很灵验了吧 加入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首页 在订阅的左边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在加入之后就会跳出订阅的方案及说明 依照程序填入资料就可以加入会员啦 增上寺 位在港区的之公园内 从东京铁塔上就可以看得到 与附近林立的商业大楼相比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突兀 但也因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被保留在了东京都心的精华区 创立于1393年 被德川家康指定为德川家林庙之一 其位于日比古通的三姐托门 更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建筑 建造于1622年 是增上寺唯一幸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建筑物 对于观光客来说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可以排增上寺与东京铁塔的合照啦 所在的之公园二楼平台 更是欣赏东京铁塔的最佳景点之一 松阴神社位在东京的士田谷区 可以搭乘路面电车士田谷县道 松阴神社前站 创建于1882年的松阴神社 祭祀的士 幕府末期的思想以及教育家吉田松阴 受到他影响的人 包含了初代的首相伊藤博文 这里也有复课他当时讲学的松下村俗 也就是私俗学校 他被视为是学问之神 所以如果有希望考试顺利的人 可以来这里参拜 除了参观神社之外 松阴神社前的车站附近 有一条松阴神社通商店街 腹地不大 但是有一些特色的咖啡厅 以及小店可以逛 像是这家 Cafe Lota 鬼姿母神堂很巧的 也在路面电车 荒川县的其中一站 鬼姿母前 或者是Metro富都新线的杂丝谷站 这里祭祀的是主管 孕妇安胎以及育儿的鬼姿母神 所以会看到很多家庭前来参拜 鬼姿母神堂创立于1578年 是日本指定的重要文化材 境内还有日本第一家的糖果店 上川口屋 创立于1781年 而在表餐道一进来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据说历史比鬼姿母神堂还久的五方稻荷神社 这里有稻荷神社必备的千本鸟居 还有一棵鬼姿母神的公孙树 是一棵树林超过600年 高30公尺以上的银杏树 最后 在车站走过来的路上 会经过鬼姿母神表餐道 也是短短的一条 不过很适合拍照 还有一家在日剧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出现的 几亚寺 历史神社就会在地下铁神乐板站走入一分钟的地方 由日本的名设计师威延武所设计兼修 其历史有700年之久 但目前的建筑本体 是在2009年的赤城神社再生计划所建造 特色就是在传统的神社中导入了现代的建材 例如玻璃、钢筋等等 也被称为最时尚的神社 也因为这次的再生计划 让赤城神社免于被废除的命运 而在一旁的神社腹地内 有着再生计划中规划的柱商混合型大楼 一楼设置了赤城咖啡 更增加了一点时尚神社的风味 最后要介绍 为在文京区汤岛的汤岛天满宫 这里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想梅花了 奉上一些我个人在梅花开的时候所拍的照片 自古以来的天满宫祭祀的就是学问之神 所以会有很多学生过来这里参拜 看到这里史上最后的会码 就知道学生们的压力多大了吧 区内的表鸟居建于1667年 是东京都指定的文化财 这里一年中也有不少的祭典 在祭典时就会有像这样的野台 可以买道地的小吃来吃吃看哦 以上就是六个东京特色的神社与寺庙啦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